属猴人,今年不能错过的贵人属相,每个人在生活中打拼,难免会遇到一些麻烦,如果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面对的话,有可能无法解决问题,而且过程也是比较艰辛的。 因此,平时也需要多认识朋友,这样在自己遇到麻烦时,才有人会帮助我们,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贵人。 在2024年,属猴人的人际关系非常出色,期间也可能频频遇到贵人,那这三个人会是谁呢?下面一起来看看。 属蛇人是属猴人2024年不可错过的一大贵人,他们的出现总是能给属猴人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建议,因为对方就是属猴人的六合生肖, 只要有了这种关系的加持,二人相处起来会特别和睦。 而且从性格上分析,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也是非常强的,虽然两个人性格不同,爱好也不一样,但三观一致, 而且属蛇人的出现能够给属猴人提供很多有用的帮助。 众所周知,属猴人的社交能力很强,为性格中有着外向活泼的一面和每个人都能打成一片, 但有时也会把握不好分寸而得罪人。 而属蛇人和他们相比就显得内向很多,但属蛇人做事非常谨慎, 且心思敏锐,能够很好地把控全局,在属猴人处于顽脱的边缘时适当做出指正。 而且属猴人虽然社交能力比较强,头脑也很灵活, 但在遇到麻烦的时候,很容易会惊慌失措,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面对。 而属蛇人遇到事情极为冷静理智,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想出办法去攻克难关。 只要和属蛇人在一起,属猴人会遇到很多好事,各方面事情都会特别顺利, 因此平时一定要多和身边的属蛇人相处。 2024年属猴人不可错过的贵人还有属龙人。 从生肖上来看属龙人的出现,往往能让属猴人事事顺利。 而且从性格上来看,属龙人对人极为谦和,性格中有着低调的一面,做事特别情感。 为了让自己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,平时一直都在默默付出,当自己身边出现好机会的时候,也绝对不会放过,不管前方有多大的困难,都能勇敢向前。 而且属龙人特别乐观,不管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麻烦,都能做到理智应对,能够靠自己努力去开辟出新的道路。 所以当属猴人和属龙人在一起的时候,自身能力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,两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有着极强的默契性,非常适合在一起合作,事业会蒸蒸日上。 属猴人爱好自由,性格中有着贪玩的一面,虽然各方面都非常优秀,可性格不够谨慎,而且做事也不够自律。 因此,在生活以及工作中无法得到他人的信任,如果到了新一年里还不改变自身性格,不改变自己形式作风的话,那么事业运和财运,甚至是感情运都会受到影响。 不过2024年期间,若出现了属鼠人,那将会是非常幸运的。 因此,每当属猴人在事业上遇到难题,面对工作出现消极心态,或者在工作中遇到重大错误的时候,将总是能够得到属鼠人的热心指点。 所以,属猴人一定要珍惜身边生肖为属的人,要珍惜彼此的关系,在贵人帮助自己之后,也要对对方抱有感恩之心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曾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,对待外人的态度,和对待亲人的态度,这两者有何区别呢? 在网友的回答中,其实有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,那就是我们对待外人的态度是冷漠的,对待家人的态度是真诚的。 在后续的追问中,提问者却这么问道,为何现在的人,他们都对家人冷漠,而对外人热情呢? 这个问题,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一番。 在这个社会上,真的会有人对家人不好,而对外人特别好吗? 肯定有的。 而且,这样的人的数量还不少。 我们经常能看到,有些人在职场中对待朋友和同事的态度,仿佛比对亲兄弟的态度还要好。 而当这些人回到家庭中时,他们却会对家人满是怨恨之气,不是今天将脾气发泄到家人身上,就是明天板着脸对着家人。 可以说,他们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外人,而把最坏的一面留给了自己的亲人。 想想看,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存在呢? 他们总认为外人很好,而家人不好。 对于这些思想出现问题的人,我们都很不解,为何他们会有这样的矛盾心理的出现呢? 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看,也许这么做的人,十有八九都是这五种人。 在生活中,有句话我们经常能听到,那就是窝里横,外面怂。 这些人,他们对待外人,那是很怂的,也许连话都不敢说。 可是,面对家人,他们却是很蛮横的。 对于这样的人,我们很厌恶,但也很容忍。 但是,他们却在一直欺负家人,把家人当成出气筒。 窝里横,外面怂的人,他们有个特点,那就是分不清哪一方的人是对自己好的,哪一方的人是对自己不好的。 面对外人,他们总认为外人的话才是真理,而家人的话,就是歪理。 面对外人,他们总认为和外人的感情才是重要的,和亲人的感情就是不屑一顾的。 如此之人,只会破坏家庭关系,伤害家人,让家庭处在破碎的边缘中。 为何人会选择做这般窝里横,外面耸之事呢? 可以说,他们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之人。 在看清家人和外人的态度后,他们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 家人的感情,那是温润且包容的。 不管你做了什么,家人都能包容你的过错,不会对你过分计较。 而外人的感情,那是复杂且难测的。 你不知道你的行为会招来别人怎样的反应,有可能你的一个过失,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地。 一句话说来,就是人们都害怕未知的,而喜欢拿捏之根之底的。 那些对家人态度极差,对外人态度极好的人,正好是看穿了这一点,才会做出如此矛盾且恶劣的行为。 曾有研究者说过,越是喜欢蛮横的人,他内心的本质就越是自卑的。 正因为人自卑,他才会找人发现内心不满的情绪,并希望在这样的行为中获得内心的满足。 比如说在亲人面前蛮横,他们就认为这是力威力士的做法,能够换来虚伪的自信感。 因为他们不敢在外人面前蛮横,就只能在家人面前蛮横。 如此,不是自卑,又是什么呢? 要知道,所有装腔做事的行为,本质上就是为了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。 可以说,对家人态度极差,对外人态度极好的人,就是一个极度自卑的弱者。 很多人都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疑惑,家人对他们的态度那么好, 他们为什么会无视这种好,而选择外人的冷漠呢?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家人的好了。 认为家人的好是理所当然的,可他们没有看到别人的好, 所以他们就会对外人的行为态度充满了期待。 这样的做法,颇有些改变重心,本末倒置的意思在里头。 你辜负了家人的真心,而迎合了外人的淡漠。 这样子,不就是轻重不分,做人没有感恩之心吗? 人,如果没有了感恩家人的真心,那么这个人,对于家人来说,跟外人又有何区别呢? 窝里横,外面耸的人,在家庭中,看起来像只老虎, 可一旦出到外面,就是唯唯诺诺的待在高扬而已。 这般巨大的改变,就能证明这个人的三观和心理想法,其实就是扭曲的。 想想看,对自己好的家人,非要以强势去回馈, 而对自己不好的外人,却以真心去相待。 如此行径,其实就是一种扭曲的懦弱,一种扭曲的懦夫行为。 比如说你对自己的父母很好,可父母却认为别人的孩子才是最好的。 比如说你对自己的亲兄弟很好,可亲兄弟却认为你特别虚伪。 这两者态度的对比,就能反映出前者的真心,就是用来为了白眼狼的。 所以说,对于这种三观有问题的人,我们不能纵容他们,而是要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。 如此,他们才能幡然醒悟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